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中国崛起的基础 伟大的中国工业化 新中国这71年最伟大的成就 就是把这个国家从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 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化 也是当今世界最伟大最重要的事实 工业化是决定现代化国家命运的前提 中国工业化成功的原因 主要是儒家文化的影响 新中国的社会革命 还有就是新中国的工业化策略 以及改革开放 第四工业革命主要集中在石墨锡 基因工程 人工智能 核聚变 量子科学 中国有能力参加 将与美国同台竞技 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最大机遇 因为中国有优势 中国能实现工业化 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 第一个就是 儒家文化圈 它挺适合工业化的 第二个就是 新中国的社会革命 解放了妇女 打破了封建礼教 给我们这个社会 创造了工业的前提 第三个就是 中国工业化的策略 还是不错的 我们先学苏联 后选美国 把西方三次工业革命的东西 全都学到手了 第四个就是改革开放 我们工业化的效率 发挥出来了 我们中国工业化的水平 大概处在美国工业化 85%这个水平 虽然我们没有美国水平高 但是我们有三个东西 超过美国了 一是规模特别大 中国制造业的规模 大概相当于 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的总和 我们已经拥有了 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工业 二是体系特别完整 三是学习能力超强 当然我们现在需要加强创新 因为未来人类文明的高度是第四次工业革命决定的 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 中国一定要参加 而且我们的胜算不亚于美国 因此第四次工业革命就是咱们中国近代史以来最伟大的机遇 也影响了世界经济 过去十几年 美国一直有点默示中国的 前几年我们提出了中国制造 2025 这个让美国人吓一跳 因为原来美国人印象里面 中国是比较落后的 中国人的特长就是造袜子 造的比大家便宜 造圣诞节一些礼物 香帮鞋子 后来突然发现中国搞制造2025 制造大飞机什么的 这个时候美国就开始警惕起来了 然后出现了贸易战 中国吃了一些亏 但是都挺过来了 根据中美贸易战和疫情的情况 在10月26日到10月29日召开了一个五中全会 确定了几个新的方向 第一个就是新的国家发展战略 叫双循环 以内循环为主 这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是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 这个方针 企业要注意一下 我们国家的政策 就不会像以前那样 特别注意去抓国际市场 以后重点是扶持国内市场 第二个就是强调自主创新 以前都是靠合资让市场换技术 以后是自主创新 第三个就是高水平开放 现在我们开始搞内循环 有些人就担心会不会不改革开放了 这倒不会 开放还会进行 但是跟以前的开放不一样了 以前的开放主要就是美国定个规矩 我们去适应 现在是我们自己要定规矩了 总之 我们的企业以后一定是要重视国内的循环 因为这是国家战略 一个是要有自主创新能力 谁在自主创新方面有能力 谁得到的政策待遇就会多 还有一个就是在高水平开放当中 在中国主导的体系当中去寻求一些机会 我刚才讲的东西都是一家之言 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非常的多元化 任何问题都有不同的看法 各种看法都有它的价值 我刚才谈的只是其中的一种看法 但是我希望我的这个分享能够给大家一点启示 有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